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部英国同性爱情电影《上帝之国》 影片开头,黎明的风狂傲地吹着地面 一个裸着半身的男人蹲在马桶上呕吐 只见这位叫约翰的拿起一大瓶牛奶就是狂喝 而对奶奶的说话,置之不理 开着她的拖拉机坐架就出门了 难道外国人都这么抱脾气吗 约翰来到了一片牧场 原来约翰是牧羊人啊,难怪脾气这么大 接着他来到一头母牛旁边 母牛维持生孕,看着是要生娃了 而为他接生的就是我们的约翰 约翰鼓励着牛妈妈一直安抚 结果还是没有生出来 约翰来到一家餐馆用餐 和一个穿着白色西服的小伙子对视了一眼 画面一转,两个大男人居然开始在一个货车厢中进行羞耻的事情 这进展速度真是一见钟情啊 回到家里,父亲坐在已经奄奄一息的牛肚旁 并让约翰拿枪了结了牛肚的生命 吃饭时,让约翰去接一位助手 回到家后,这位助手包里拿出一张照片 挂在了相框背后 而另一边,约翰在外面酒吧时碰见了一位女孩 看样子应该是同学 两人激烈对话后 女孩满怀兴奋的要了一根烟就走了 真是物质呀,一根烟也就满足了 助手醒来,透过窗户看到约翰喝的烂醉 被一位大叔送回来,人在地上就不管了 正在接生的助手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成功接生了一个羊羔 而约翰从一块布底下钻出,又开始呕吐 酒量不行就别喝嘛 一会儿,约翰和父亲又开始激烈对话 最后被父亲叫了出去 此时,约翰和助手吉普赛一起去修补墙 接生羊羔 夜晚围着篝火吃着食物 第二天,吉普赛脱掉衣服 开始擦拭自己的身体 而之后,突然将约翰一把推倒在地 说了一番暧昧的话 此日工作时,约翰不小心砸伤了手 吉普赛连忙关心 吉普赛起来尿尿 这时候,约翰也来了 这是得有多相爱啊 两人二话没说,又纠缠在一起 两人开始脱衣服,开始羞羞的事情 两人边工作边聊天 第二天起来,一只羊羔不幸死了 吉普赛将死的那只羔羊的皮 披在了另一只羔羊身上 小羊也就顺利吃到了奶水 不得不佩服吉普赛的机制 两人围在火堆抽着香烟 谈着话 两人按捺不住自己 又开始疯狂脱衣服 开始他们的暧昧感情 这一天是要闹几样呀 清晨,他俩开始谈论自己家人 故乡 过后,吉普赛突然跑远 约翰开始追 两人来到一片平原,彼此微笑着 结束了两人的二人世界 回到家中,开始小心翼翼的用眼神交流 晚上,约翰竟然帮助奶奶收拾家务 应该是觉得奶奶是电灯泡吧 真是难打也不中流啊 主人公他俩在工作时彼此调戏对方 狗粮撒满瓶啊 但是被约翰的父亲看在眼里 此日,约翰将摩托开到了一个树林 两人坐到小溪边 又开始在水中玩闹 当两人骑着摩托归来 就接到父亲住院的消息 两人来到医院 奶奶语重心肠 嘱咐约翰不要再出什么事 约翰守护在父亲的床边 轻轻抚摸着父亲的手 之后,两人便回去喂牲畜 两人喂完之后 吉普赛准备了佳肴和啤酒 减轻约翰的压力 好暖心有没有 约翰接到电话 确定父亲没事 两人泡在浴池中松了一口气 次日,他们开始尝试挤羊奶制作奶酪 过后,两人又一起放羊 修理羊卷 奶奶回来收拾家的时候 发现一个用过的套套 并扔到了马桶 奶奶似乎有所察觉 运衣服时开始哭泣 而此时,约翰回来了 奶奶赶紧装着没事 并讽刺性地说了几句约翰 吉普赛还在干活 两人相约去了酒吧 并开始交谈 约翰想让吉普赛待得更久一点 并开始计划更好的打理农场 两人却因为农场 有点言语摩擦 彼此不再说话了 酒吧里面 咱们主人公又碰到之前的那个西装小伙 两人开始羞羞的事情 但是这一幕都被吉普赛看到了 并离开了酒吧 肯定是欺诈了 我对你那么好 你竟然还和别人瞎搞 做完事情的约翰 开车遇到了正在走的吉普赛 两人撕扯在了一起 但吉普赛却没有动手 而是走了 看来心里还是爱他的 所以不忍心动手 第二天 约翰一人忙活着身处 而此时 父亲也从医院回来了 约翰打扫时 看到了吉普赛的工作服 摸着衣服 心里肯定是五股杂成 晚上回到家 父亲叮嘱约翰农场的事情 约翰一个人跑到吉普赛 住在车厢中 疯狂地朝着墙面 发泄气 最后坐到了地上 拿起吉普赛的衣服 穿在自己的身上 约翰实在忍不住 对吉普赛的想念 准备鼓起勇气 给他打电话 但是很遗憾 没有人接听 晚上 约翰一个人红着眼眶 泡在浴缸中 但是生活还得继续 他不得不坚强 早上起来 约翰推着自己父亲 来到外面 父子之间 开始心与心的交流 约翰谈路 他要去找吉普赛 他不能没有他 也答应父亲 一定会好好照顾好农场 也一定会回来 更好地管理农场 因为这儿会使他开心 他不会因此后悔 看来 真是爱得疯狂呀 父亲终于称赞了一次约翰 约翰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去寻找吉普赛 奶奶将吉普赛的 联系方式地址 给了约翰 奶奶眼里泛着泪光 约翰来到了一个农场 等了半天 抽了无数根香烟 当他一觉醒来后发现 吉普赛已经站在他的眼前 两人说话是如此的尴尬 一直在牵扯杨的状况 终于 约翰说自己想见吉普赛 以为见面就会好起来 但吉普赛很是冷漠 两人彼此沉默 转身离开 但约翰不死心跑了过去 声音哽咽 告诉吉普赛 我正在这么做 我想我们可以 我想你回来 我们在一起 吉普赛终于说话了 安慰着约翰表示同意 并紧紧地相拥哭泣 他们坐上回家的幸福班车 因为在彼此的身边睡着了 最后 两人一起幸福走进家门 这个电影和断背山一样 是关于同性恋之间的事情 男人之间的暧昧 还是让很多人不能接受的 感觉有点反胃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